大家好,我是Ryan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这个Doom操作的最基本的四种方法 关于内容的,关于属性的,关于class的,关于这个style的 这节课呢,我们讲一下如何操作,如何插入一些元素在页面中 首先呢,我们来讲这八个比较容易混淆的function 它分成四组,每一组互为大概有相反的感觉 来,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吧 例子的话,我在这边给大家搞了一个层次结构 首先呢,有个classA,classA里面有一个classB 这边呢,我会有个reference的classC 这个classA,大家其实不用关心 它只是一个元素,我们会把这个元素选中以后插到这里面某些地方而已 它就是被用来reference的,被用来插入的一些内容 我其实可以把这个内容hardcode在下面 大家看现在我这个逻辑结构是这样子的 大家看这个多么的变化啊 C出现在它前边了,这是它俩的唯一区别 就是一个在往前插,一个是往后插 所以这两个是这个意思 但append2和prepend2呢 其实就有点在玩文字游戏了 因为这边加了个2,所以它把这个顺序结构变了 就是前面会是要插入的,带插入的元素 后面是要插入元素的目标位置 然后整个这个字面意思还是不变 也就是append2呢 只不过是我把C,看C移到了这儿 A移到了这儿 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 append2呢,还是会把C元素插到B之后 会把C元素插到B之后 这是append2 prepend2呢 就会把C元素插到B元素之前 大家看,C元素插到B元素之前 这就是这个 然后这四个讲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after after什么意思呢 after看起来很像这个append的字面意思上 就是在它后面添加和after是一个意思 但是呢,它有点小小的不同 就是它呢,是加在这个元素之后 而不是这个元素的最后一个子元素的位置上 看我们这个逻辑结构 看我们这个结构的话呢 我要点,我要使用这个after呢 新的元素会被添加在这里 而不是这里 这就是after和append的区别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这边有B元素 我点了clickme 大家看C元素出现在哪里 不像刚才一样出现在B元素 B元素的之后 进后面了 它是出现在了A元素之后 也就是夹在了它的后面 而不是加进了class A 那before呢 也就很好理解了 根据刚才的内容 before就会出现在A元素之前了 点完class以后 C元素出现在A元素之前 而没有插入到A元素里面 然后呢 在理解完之前这两组的关系 append和pre-append append2和pre-append 这两组之间的关系之后 很容易理解这两组之间的关系 这两组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讲 就是把顺序反掉 把目标元素 从前面放到后面 把带插入元素 从后面放到了前面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完 C出现在这里 C出现在A的之后 这个执行 before呢 也就是C会出现在A的之前 就是这些差别 其实这四组函数呢 任一组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比如说你这个after和before呢 你就可以找到他们的parent 找到他们的子元素 把它加进去 其实是一个道理的 after before呢 也可以用他们来替代 所以他们都是互相可以替代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组 这一组三个function remove,empty,detach detach比较特殊 我们先来看一下remove和empty remove,empty呢 其实很简单 remove就是删掉整个元素 empty呢 就是删掉它内容 就是把它变空 就这么简单的两点区别 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果remove 这边我有一个例子呢 这边我有一个div 我把这个div呢 remove掉 就是它 大家 我们来inspect一下element 这边有个div 我点了这个button呢 全都会被删掉 整个连那个div都被删掉 如果是empty呢 就不一样了 empty的话呢 我点了它以后呢 只是它会被清空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看它是有内容的 点了它以后呢 把它的内容清空了 就是这么一点差别 在讲过这两个function之后呢 我们来看 其实这两个function 还会return一些值 在remove的话呢 我这边如果是remove的话 它会返回当前remove的这个元素 也就是我 当我现在要remove这个div的时候 我把它remove 从动物里面remove掉 我还可以把它再insert到其他地方 我用这个刚才我们学过的insertafter 比如insertafterbutton 它就会加到了button之后 原样加到了button之后 我要是empty呢 empty呢 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我如果是empty它的话 empty过 它是空的 但是呢 我如果把它insertafter的话 大家看 它就把它移到了之后 这就是它们微小的差别 它到了button之后 整体把它空的这个div 加到了button之后 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特殊的detach detach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function 它起到的功能完全跟remove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它在detach的同时 它还保存了原来那个元素的inventhandler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原来元素上加了invent的话 比如说你要删除一个可以scroll的list 然后你在这个scroll在这个listscroll上 加了一个inventhandler 如果你用remove之后 再把它加到其他地方 那个handler是不会跟过去的 但如果用detach来把它删除的话 把它remove掉的话 原来这个元素呢 的一些inventhandler是会保持 你把它加在其他地方 那个scrollinvent还是可以用的 就这么显微小的差别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演示起来比较复杂 还得添一下inventhandler 这样呢 就是这三个functions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wrap wrap呢 常用的 其实不是很常用 这些functions 但是大家知道为好 有四种 大体有四种情况 第一个是wrap 然后wrapout 然后onwrap 然后wrapinter 它们有微小差别 我来一一给大家讲 在例子里面 让大家看一下区别 我现在呢 在我的范例程序中 有一个list 它们是加在dev里面的 但是呢 一般l是加在ul里面的 所以呢 我想给它们wrap一个ul 这时呢 我就会选中页面上所有的li 我给它wrap一下ul 但是呢 因为我用的是wrap 它会给每一个li加一个ul 这其实不是我想要的 但我只希望给大家讲一个 讲wrap的功能 大家现在看页面上有一个li 有一个dev dev里面有三个li 但我点了以后呢 它其实是给每一个li 外面加了一个ul 这就是wrap 所以呢 我其实想用的function是wrap on 我如果是wrap on呢 就是把前面这个return的这个list 把整个它们wrap一在一起 放到了一个 加入了一个ul 把它们整体外面加了一个ul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然后呢 要是unwrap呢 就比较简单了 unwrap其实不需要传传传说 unwrap掉 看 可能我太快了 这边是有一个dev的 unwrap呢 就把它们共同的parent删掉 它们现在是仅仅的一个li 三个li了 没有那个外面那个 dev 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wrapinner wrapinner呢 其实 是 如果非要把它们编一下位置呢 就是wrapinner呢 应该是在wrap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逻辑 就比较方便记住了 wrapinner 是wrap之内的东西 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wrapinner wrapinner 我这边加一个 b bode 一下 方便大家看清楚 加bode 好 点wrapinner 加了bode 也就是 每一个li之内的内容 我给它加了个b 加了个b tag 看原来之内就是一个纯text 我点了以后呢 它把每一个元素的inner html给它加了一个内容 加了一个b 所以呢 刚才我没说完的那句话就是inner是排在最前面的 它是加在它的inner html里面的wrap是wrap本身node wrap all是wrap整个list 它是逐层扩大wrap的东西越来越多 然后unwrap 把unwrap应该放到前面 unwrap什么都不wrap 包括把它wrap它们的那个wrapper都会把它包含它们那个公共的母元素都要删掉 这是unwrap 讲wrap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place with replace all 其实这一组比较简单 但是这两个人比较容易 大家比较容易混淆 所以我特意把它们拿出来 有的人经常不知道该用哪个 其实他俩呢 也是类似于像上在上面一样在玩文字游戏panda和panda2 他俩其实就是参数顺序的问题 replace with呢 就是它的target是在前面 用内容来更改前面的东西 replace all呢 就是用内容来更改target 一个target在这 一个target在这 target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这个replace呢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小历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我就直接给大家演示replace吧 但因为它们之间关系很容易根据之前的关系理解 我就简单的演示一下replace replace with我想把dev replace with一个ptag吧 然后里面是hello world 好我把整个这个dev的replace with replace with 复制一下replace with一个ptag 所以我点了一下呢 就会把这中的内容 就会把这中的内容replace with replace成这个hello world 我要啊 我还是既然我已经都写到这了 还全部演示一遍吧 我要想用replace all的话呢 就是replace .replace all 对 好 不好意思 我刚才这边不是一个value的结果 不不不不是一个value的这块object 我应该前面加个dollar符号 把一个简单的自负串的node呢 变成一个这块的object 这样它就会有这个replace all 不然会产生replace all这个function 不然会产生jx exception 我现在一点呢 就是把它replace成hello world 在讲过之前这些呢 之后呢 我们来讲一些比较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方法 就是clone方法 这个方法呢 其实不是很单独常用 一般都是配合其他的一些function来用的 clone呢 顾名思义就是复制一下 整体复制一下这个因缘 就产生了 突然产生了 在内存中产生了两个object 然后呢 这个clone function呢 其实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默认是false 如果你set成cho的话 它就会不但连这个node的样子的html格式复制出来 还会把它关联 相关联的一些因缘的handler和data都复制上 为什么要用这个clone呢 它是有一定的使用情况的 比如说这个before 这个before function呢 其实它是move的意思 如果你常用windows或者mac的话 你就知道减切是什么意思 这个before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减切的功能 我之前讲过的这些function其实都是减切的功能 它都会把一个现有的node减切到目标 把现有的node减切到目标的位置上 所以说呢 看我现在页面上有一个helloword 当我执行了这样的逻辑之后呢 word就到了hello word就到了hello之前 不好意思 现在是helloword word就到了hello之前了 是这样子的 这边在click me之前没有 没有那个hello了 那个word了 word被word被移到了上面 只是减切到了上面 所以呢 如果要真的想实现复制功能呢 我就会用到这个clone function了 这个clone function就配上用场了 所以呢 这个的意思呢 这个是target 这是目标 要移动的目标 把它移到hello之前 所以呢 我在它之前呢 应该把要移动的东西呢 复制一下 就clone 我clone了一下它 也就是是移的 其实是它的那个copy复制的版本 不是移的 这个移的不是它本身 所以它inzer的before的不是它本身 所以呢 现在呢 我要执行一下 大家就应该能看到word helloword word helloword 原来那个还在 是 就也就是这个 这个 也就是这个 这个clone出来的